到了春季之后很多植物都开始恢复生长了 我这盆糖花也是一样 不过这一盆糖花在冬季的时候就比较可怜 被冻伤了很多叶片都给它进行了修剪 所以这盆糖花现在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它已经是疯狂的 冒这些新的嫩芽了 这些红通通的就是它新冒的这些嫩芽 长了非常多 那么现在我们养的糖花就需要加强养护 让它这些新芽快速的生长 那么到了它花期开花才会多 开花才会漂亮 有一个词是从这个糖花上面延伸出来的 就是糖花一现 所以想要赏到这个糖花的话 一定要在基数上面去增加 也就是我们栽种这个糖花的基数一定要大一些 一两盆可能赏不到 那么五盆十盆就非常容易赏到这个糖花了 它开花的时间非常短 所以这个糖花基数一定要大 那么现在它这些新芽已经长出来了 这些红通通的就是它新长的嫩芽 那么现在我们在养分方面就需要加强一些了 要给它多补充一些养分 给它补肥就尽量用这种颗粒形的缓式肥就可以了 它的肥效释放比较慢 而且比较长久 这个糖花它的生性比较强健 不需要我们过多的管理 我们只需在春季把它需要的那一部分养分给它上好就可以了 那么除了给它补肥之外 还有一个工作是需要给它进行的 那就是给它除虫 糖花它的叶肉非常的肥厚 一些害虫就比较喜欢啃咬它这个叶片 大家看我这盆糖花就是被它啃咬的这样子了 所以我们在现在要给它做一次除虫工作 给它除虫也不难 在它花盆里面撒上一圈这个皮虫林就可以了 皮虫林是一个内息型的杀虫剂 对于这个糖花来说也是比较合适的 能够被这个植物吸收 一些害虫再去啃咬这个植株的时候 就会被里面的有效成分杀灭了 所以现在给它用上一些皮虫林是比较合适的 在春季养谈花 一定要把这些基础给它打牢固了 那么后期开花才会多才会漂亮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